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你过来将已经出口 任何一生有许多回忆 只愿你的罪义永恒我 一段以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努力飞行临 卑识耶稣 更不需要远离的承诺 只要我们曾经有诱过 为你过来将已经出口 任何一生有许多回忆 只愿你的罪义永恒我 一段以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努力飞行临 卑识耶稣 但不需要远离的承诺 只要我们曾经有诱过 为你过来将已经出口 任何一生有许多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美的一句话 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音乐人 说过这么样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说 我们的生命会消失 时间会流逝 但是音乐不会凋零 经典是永远存在于 每个时空当中的 我想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肯定大家的心里 也曾经有了那么一首旋律 可能你已经以为自己遗忘它了 但是在很多年后 偶然可能电台当中播出了那首熟悉的旋律 顿时就让你涌起了很多曾经遗忘的美好 也许是你在年少清晃时的 这种疯狂的日子 也可能是在谈恋爱的那种浪漫 很感谢今天两组的合唱团 他们分别是五级干博合唱团 以及城市女生合唱团 在今晚当我们带来了几句就是说 可能我们都已经别遗忘了美好的旋律 当然今晚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们得要请出两团的主要的灵魂人物 指导老师 我们有请周炯迅周教授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 接下来老鼓公交的就是今天晚上 为大家做出很多很美的音符的 周炯山周老师 今天还有我们在台下的这位 口径演奏家黄明南先生 他的口径演奏让我们都实附属到了 七八十年代的那个 没有太多污染的那个时空里面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 所有每一位表演者 也同时记得大家在感恩当中 周梦视频之后晚上的这场约会 我们期待在下次的表演会 能够看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给予这两个合唱团 更多的支持 谢谢大家